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多深 社區長者與大通大學學生演唱動人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及《稻香》展現學習成果 阿卡貝拉輕盈合唱團是由一群喜愛唱歌 對阿卡貝拉有興趣的長輩與學生所組成 輕盈合唱不僅打破年齡隔閣 也增進彼此的互動 那這次上課的心得 我覺得我最喜歡最喜歡 設計很活潑 剛開始的相見歡是由對方介紹我們 不是我們自己介紹自己 然後再來他還會說 說出你最瘋狂的事情 那我覺得每個人都要講的 都有他的生命歷程都很特別 讓我們覺得說怎麼現在的每個月曆都有不一樣的月曆 能感覺很舒服 對 那另外最主要就是說我們這個年紀大了 我們喉嚨都沙啞沙啞的 口腔大概鬆弛了吧 然後老師都會教我們一些怎樣發音 唱歌之前怎樣發音技巧 那技巧也是以前我們跟我們在學校學的不一樣 以前學校都學都這樣子而已對不對 老師的發音很多種很多種 我是覺得說我如果常常做這個東西的話 我對於我口腔訓練也很好 我才真正的知道 原來我的身體就是一個業氣 那我覺得真的很棒 尤其是在發聲的時候 那聲音的訓練 真的結合了我們臺北市衛生局 在推廣的口腔 那叫什麼 口腔的運動 健康操 我跟年輕人在一起的感覺真的很棒耶 因為看到年輕人的那個活力 就是產生了我身上沒有的這個活力 我覺得我產生的動力 印象大改觀 因為我平常不會去參加什麼活動 所以我就是除了家裡的長輩以外 就不會再接觸到其他的長輩 但是因為我的爺爺奶奶都是非常孤伴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可能大部分的長輩都是如此 但是在上這堂課的時候 課堂上面的長輩都非常的熱情大方 都會跟我們分享一些東西 然後都會帶一些糖果餅乾來 然後也會分享自己做的吊飾之類的送給我們 阿卡貝拉是以無伴奏的方式進行合唱 透過發聲呼吸練習 熟悉身體每一塊肌肉 同時幫助長者訓練記憶力 口腔吞咽 強化肺部功能 達到延緩老化 預防失能 唱歌的過程我們會 呃 帶入到很多就是基礎的節奏練習 比方說 嘶嘶嘶嘶嘶嘶嘶 或者是我們會去做心肺 我們的腹式呼吸 會運用到腹部跟全身的肌肉 比方說 哈 哈 哈 這樣子的 就是比較有加強核心訓練的部分 然後我們也會有 帶到不同發聲位置 比方說 肺部心肺的功能 那我们除了歌唱之外 因为最重要我们是阿卡贝拉 所以我们是合唱 那在每一个声部不同的旋律中 他们可以去练习 打开耳朵互相倾听 或者是去互相配合 然后去等于是 轮流去唱不同的旋律 阿卡贝拉庆盈合唱团 总共22位长者 20位学生参加 长者平均年龄71.67岁 进行八周的培训课程 透过代歼互动 长者和学生都有多面上的显著成长 课程包括了潜谈阿卡贝拉 认识自己的声音 及了解歌唱的发声 律动技巧的训练 阿卡贝拉合唱 与人生打击合作训练等等 那也透过问卷的分析呢 了解到长者在日常生活的感受 提升了60% 也在幸福的感受 共有四个面向的部分 提升了44.4% 那学生的部分呢 对老年人的态度有正向的翻转 以及与长者沟通的能力 互动的能力 以及自我超越的感受呢 都有提升 那由此发现 代歼互动的实质接触 长者跟学生都有显著的成长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表示 未来将持续与校园合作 透过音乐学习 营造世代共融的高龄友善社区 高龄友善在大同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